很多人都觉得 这宋小峰呢 是不是 其貌不扬的 还稍微有点缺心眼 就是一个小保安 仗着他姐夫留大脑袋 是山庄经理 就被提拔成了这个保安局长 其实这个现象 可不是就在象牙山村当中有啊 我们生活当中也有 对不对 有那种就是 极其少数个别的一部分人 怎么说比较安全 这人认为啊 成功 那就得拼钱 拼权 拼爹或者干爹 哎呀 我这个人是饱读诗书是不是 五经 四书 四书 对吧 哎呀 这就让我想起了 这个古代的寓言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啊 大家还记得 鱼宫鱼山的故事吗 记得 谁给我讲两样要不 你说不记得呀 让我好说呀 记得吗 不记得 既然大家都不记得 我就请易中天老师给大家讲两吧 大家好 我就是喝酒只能喝一种的一种天 这个今天啊 我们要说一个预言就是鱼宫鱼山 说从前有一个老人 他的名字叫鱼宫 他家住在啊 这个河北和山西的交接 他的屋前有太行王武两座大山 这个大山不仅阻碍交通 最重要的是啊 挡住了他们家的WiFi信号 后来啊 这个鱼宫就觉得 那我上不了网 也看不了这个海洋俱乐部 所以呢 这个鱼宫天明就开始挖山 他就挖呀 他就挖呀 最后呢 他的行为感动了谁呢 就是那个鱼宫大帝 鱼宫大帝就派这个天兵天将 把这个山给背走了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就是 上面有人好办事啊 是不是 我们呢 在生活当中都看不起那些脱关系的 拼爹的 拼权的 走后门的 对不对 我生活当中 朋友我就不是这样啊 对不对 看不起他们 是不是啊 但为什么 有很多朋友 却很喜欢送小风呢 你们说 各位女嘉宾好 二师兄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你呀 男的追女的只要做到以下三年就行 来这儿 没有工作室 一人先发一万块钱观众费 小鸡 吴尿尿 各有各的道 I am Jim the Bull